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需要一個年輕人的家 所以需要一些工業風 因為我們其實舊家也是工業風 我們很喜歡這個風格 主要就是空間感 然後要明亮 然後要有點就是 偏水泥工業風這樣 所以他們都會 就是主動去跟我們講 提醒你要這樣做 甚至有的時候不帶靈靈 他們就直接做了 但是做完之後 都會覺得很OK 就是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ere is a garden growing in the yard There is a star falling in the dark 客廳的話 因為他浪漫嘛 所以客廳的話我們在 在沙發牆的後面 或者是說電視牆這一面 我們都有做投射燈 讓他主要的光源灌掉之後 打投射燈的那個氛圍 是他喜歡的 氣氛燈主要是為了這個黑板牆 因為其實餐廳的照明 只有餐廳上面的吊燈 我是擔心說他們夫妻要在上面 做一些留言 或者是可能今天要記一些事情 我就是擔心他們那邊會太暗 所以才這邊又做一個投射燈 做這個黑板牆 然後小朋友在上面畫畫 做留言 讓他們在這個餐廳 在用餐的時候 其實他們家人 會有很強的凝聚力 就會很強烈 那就會讓這個空間 也更有趣一點 餐廳的牆上我們有做了成板 那成板的話我們就提供他的模型 可以在那邊展示 那也有放一些他們家人的照片 那也是他們凝聚力的所在 然後底下的櫃子 就是類似是那種開放看得到的櫃子 因為它的收納的習慣就是這樣子 要眼睛能看得到 找東西比較好找 所以我們在餐廳的櫃子 也是做了一整排 然後讓它滿滿的收納這樣 床頭也是我們有配置兩個吊燈 那兩個吊燈打開的時候的 那個浪漫的程度 他也非常喜歡 所以在這個燈源上的調整 我們都有符合他的需求去做 其實因為一開始 我很擔心他收納不夠 因為其實男屋族他的衣物滿多的 也知道他的收納習慣 他喜歡擺出來 對 他不喜歡收在櫃子裡 所以才希望說 那我就做大部分做外露式的 讓他東西可以擺出來 也讓他的收藏 也全部可以展示出來這樣子 但是就留一個量給他去擺 如果他越來越多的話 他就自己要去汰換 對 沒辦法讓他無限的往上增加 在燈源上面其實 有做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對 就是浴室也是 讓他的浴鏡上面 他的那個燈源 他可能平常只有洗澡的時候 就開浴室的燈 讓那個浪漫的感覺 就是又可以再浮現出來這樣 那他們有兩間浴室 那一間就是 以他們家的成員來講的話 一間就是給女孩子使用 一間就是給藍屋主使用 那這兩個浴室的風格 我們都分別 就是藍浴室的話 就用比較沉穩 比較深色系的風格 去把它做呈現 那女孩子那邊使用的就是簡單 然後乾淨 明亮 本來這一面牆是很舊的 就是因為這次舊工藝嘛 可能這四五十年 他的那個油漆漆面啊 其實就是那種顆粒狀很舊的 那我們重新就是 跟他講我們的訴求之後 他有重新幫我們規劃 那我那時候也有臨機想說 我們可以在那邊用個地圖嗎 那結果就是 他們很厲害 就是過幾天來看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已經在苗邊 然後在嗑 然後最後上齊完之後 就滿滿意的 其實他們倆是很願意聆聽的 對 聆聽很重要 知道我們的需求在哪裡 我覺得整個都是倉物想像 住起來很舒服 其實就會讓我們有那使命感說 我們會在 從工程開始到工程結束 甚至是搬家我們都在 常常屋主不經意地就拍拍我的肩膀說 辛苦了 真的很謝謝你們 那個感覺就是很深刻啦 那個回到家裡面 那個被拍肩膀那個感覺都還在 是的 是